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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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什么 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心里边比较 比较在意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没有办法 释怀 不是释怀 就没有办法破它 就是从小就是 一 一 一被孤立体制 就是在那个 上学的时候好像就是 大家聊什么 我一凑过去就说 没聊什么 没聊什么 就是 就是全班一起都不跟你说话 这个过程 其实还是 就是 就当 对于我当时来说 是其实 还是比较难过的 然后 毕了业以后到团里也是 就一直是独来独往的 然后也都 不去跟 就不敢去跟别人再去交 交往 在我拍戏之前 其实有参加一些那种选拔呀 或者这种的一个集体的那种训练营嘛 然后 在那种训练营里面也是男男女女都有的 其实我觉得跟大家挺开心的 但是就是到最后 一个月结束要走的时候 就是匹弟告诉我说 你知道大家都背后骂 说不出来 你知道大家都在背后骂你 我当时 我当时 为什么 为什么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 所以说其实前两天 就这次 这次去旅 来旅行之前 我很害怕 因为我很害怕到环境 怎么没有 你怎么了 你怕没有朋友啊 怎么会 我们就是 你可以帮我们当朋友啊 对 因为优秀的人总是 我也是这么理解 对啊 我跟你讲 如果你被每个人都理解 那你多普通啊 今天 不是今天 就是这一次来 我 我就很害怕 大家会不喜欢我 然后 怕什么 你看那些孤立你的人 我们都不认识 我们就认识你 你缺一个好班长啊 像路哥这种班长 对 然后其实这两天 我有感觉 好像我们相处得很好 对啊 这次突然就有 那么一瞬间 我就是会在想 会不会 其实这都是假象 会不会其实 你们都会不喜欢我 你太没有安全感了啦 就是 你看看我们是多大的人了 年龄摆在这儿 我们都已经 都已经中年人了 还装什么呀 非要我抖出自己的年纪来吗 淼淼我跟你讲 你什么都好 你不用那个 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什么都好 你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你跟我有类似的那个经历 但我就跟你说 我小时候也是学跳舞的 然后我在舞蹈学院的六年 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挺好的 后来有一天 我们全班同学 派了一个代表 站在我面前 在我宿舍里 就这么指着我说 你知道吗 我们全班都不喜欢你 就这么跟我讲 我听完以后 我那一刻是有些难过的 后来在我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选择把这件事情 我选择性地删除掉了 我忘了这个事情了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就我要向着太阳 向着阳光 我要向着可怜 那样生长 生长 生长 我不看那些东西 你一定要学会把曾经那些 伤害过你的事情 选择删除 要删除掉 不要让那些人的错 和那些人带给你的伤 来伤害自己 你要选择删除 删除 再删除 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也是没有朋友的 真的吗 你知道我小学 都干什么事情吗 我放学的时候 都跑去那个墓地玩的 我都跑去墓地玩 然后看那个墓碑上面 然后看说 这个人生云几年 然后足语几年 想说人生好短 然后同学也不喜欢我 可是重点是 我的性格是 你们不喜欢我 我也不在乎 我也不喜欢你 但是就是 就是只要今天 大家就都真的把我当朋友 没有不喜欢我 就是 没有 我们超喜欢你的 有那些幸福的眼泪 对啊 我们喜欢死你了 我们非常 永远不喜欢你 你超好 你刚刚共情一点 刚共情一点 不哭了 不哭了 爸爸 不哭了 真不哭了 真好 真好 真棒 在某一个人的嘴里面 听到说 原来我是不受欢迎的 那种受伤的感觉 是真的很伤心的 我不希望就是 有人有那样的感觉 我希望就是 我在这段旅途当中的话 我可以给他感受到温暖 然后他说他没有朋友 我就希望可以变成他的朋友 他如果想到 我有什么朋友 可以算到手里面的话 他陈乔恩 他可以算到一个 你像不像个傻子 你像个小孩子 你不像傻子 你像个小孩子 乔恩 我觉得你特别善良 谢谢你 你已经给我两个拥抱了 所以当下我就想说 我希望在这个旅途当中 可以给他感受到温暖 然后多多关心他 也多多关心每个姐姐 我希望我们这四个妻子 就是都可以变成朋友 爸爸爸爸 你要把家进築摩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留来 你尝尝